好 那么这个刚送走梅雨季 接着又进入到了登革热的后发季节 吉安乡公所继全乡巡回防疫清销喷洒作业之后呢 15号开始是从福新村 接着进行各村防治登革热的消毒作业 吉安乡公所继全乡巡回市喷洒次氯酸钠水消毒作业后 15日起将从福新村开始 进行18村各村的防治登革热消毒作业 吉安乡长游淑珍15日上午前往勘察 也向民众宣导防治登革热及防疫工作的重要 那在这防疫期间也要请村民大家注重一下 自己的出门一定要戴口罩 然后注意大家自己的环境卫生的部分 大家能够平安度过这个疫情的难关 全乡大消毒从15日正式展开 每村员则上排定喷洒药剂两天 遇到雨天则先暂停 待全乡喷洒起乘完成后将再另外安排时间补满 从我们6月15号开始起跑 一直到7月份都会来进行 并没我们的一个仿制工作 在18村里面我们陆续进行 在我们疫情的次例酸水的消毒也不会停 所以请我们的乡亲好朋友留意 能够把门口自己曝晒的物品 或者是衣服药剂的收职 也在我们捷衣相公所的网站上 有清楚详细的喷洒的日程跟期程 我们每一村都有两天 我们针对于路面 花盆还有呢 这个路边的一个病霉纹的防疫工作以外 在我们的每一条水沟 我们也会用喷雾式的来把我们水沟基底的 所有的病霉纹 还有一些害虫来作为一个杀 这个抑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甲林乡公所今年全乡第二次防治登革热环境消毒工作 将持续至8月初 喷药作业前会先由村长广播宣传 提醒乡亲先将门窗关好 照顾好家中宠物 并将门前水沟杂物移除 以利工作人员执行喷药 接着长方眼前相报导